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复仇千金 第六十二集,大名错王路易视野 今夏这一晚上,睡得一点都不安稳 他做了好多噩梦,每一个噩梦中皆有路易的影子 他模糊记得路易掐着他的脖子质问他 当年明明没有发生意外 为何要逃之夭夭 他模糊记得路易一把匕首插入他的心脏 怒气冲冲地说着,为何要杀我兄长 他模糊记得路易将他压在身下 霸道地亲吻着他,口口声声地嘀吼着 我要你 惊吓吓得从噩梦中惊醒 他只觉得浑身冒冷汗 摸了摸自己滚烫的脸颊 舔了舔干色的嘴唇 不禁暗暗自苦 他对他的心思竟然从来没有消失过 那段看似平淡的相处 在他心底早已成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他曾试图忘记 可当他再度见到他时 他才发现 他从未忘记过 只是 他身负血海深仇 只能强行将那段情给藏在心底 他有时甚至在想 若是早知无法改变亲人的结局 他便不该去招惹他 可不知为何 每每想到要与他错过 他心底便会情不自禁地落寞起来 闷闷地,难受极了 惊吓,你醒了吗? 谢霄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清脆又欢乐 他不禁有些羡慕他 能够活得这般肆意潇洒 等我一下 好,我给你买了肉饼和羊肉 超级香 一起吃啊 你去甲板等我 我们在甲板上用早膳 好 今夏忽然想到 路易昨晚的质问声 为了避免口角产生 他还是暂时不让谢霄来房间的好 今夏洗完树 穿戴好衣衫后 便来甲板来寻谢霄 他早已将美食摆放在餐桌上 热情地招呼着今夏 今夏心虚地四处张望着 小声提醒 你小点声 别吵醒外人 今夏 你何时 变得这般扭扭捏捏了 放心吧 这条船上几乎都是自家人 比我们起得还早 那也小点声 今夏可不想将路易引来 他只想低调地抵达羊州 谁料 事事往往不如他意 路易双手背后 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静止地坐在了今夏的旁边 轻蔑地说着 你早上就吃这些 谢霄看见路易 眉头紧锁 不悦地说着 路大人怎么会在这里 路易暧昧地看着今夏 挑眉道 你问他 谢霄立刻转头望着今夏 等待着他的回答 今夏这个小心脏呀 乱跳个不停 结结巴巴地说着 我怎么会知道 路易看着今夏紧张的小样子 心情大好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说道 自是来抓人的 抓人二字咬得极其重 灼灼的目光 烧得今夏的小脸 心虚地红了起来 谢霄疑惑地 瞥了一眼今夏 又瞥了一眼路易 纵使他在白目 也发现了不对劲 路易望向今夏的眼光 是那么的炙热 而今夏呢 却如同老鼠 见到猫一般 四处躲闪着 他心底哪里藏住事 直接了当地问着 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我要听实话 路易玩味地盯着今夏 见他迟迟不说话 嘴角微微上扬 一脸坏笑地说着 我家的小补快 善离职守 私自出逃 我自然是要将他抓回去 谢霄眼睛瞬间瞪大 打亮着今夏 想着他的身后 默默地点了点头 怪不得他不同于普通的女子 原来竟是女补快 今夏见谢霄这般容易地 便信了路易的话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瞥了一眼谢霄一眼 说道 你话怎么那么多 快吃饭 谢霄这才反应过来 傲娇地瞪着路易 自信地说着 我不管今夏到底是怎样的身份 不过 他现在是我谢家帮的人 谁也别想将他带走 路易冷哼一声 直接无视他 给今夏加了一块五香糕 说道 尝尝 是你爱吃的那家味道 今夏心虚地吃着五香糕 不敢看眼前这两位 剑拔弩张的男人